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就一直要问我说 这个初期的征兆是什么 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讲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大家都集中在初期的征兆 其实是会很危险的 因为非常多的疾病都是初期是没有征兆的 然后等到你们在讲什么多吃多喝多尿的时候 那都已经很后头了 所以我才一直在强调说 最近我们提出所谓的养生六大招里面的最后一招很重要就是要 那现在国民健康局 台湾国民健康局也有提供很多的健康检查项目都免费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健康检查这件事情 千千万万不要再停留在以前那个时代了 你比如说以前的时代里面呢 没有这些健康检查项目 什么看脸色啦 什么看眼睛啦 如果在那个年代里面 你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侦测 那我当然我不排斥你可以去看那些 但在这个年代已经住一样了 这个年代科技这么发达 你再去看那个不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吗 不是很无聊吗 你抽个血不是就知道了吗 我马上告诉你所有的东西 对 还猜什么呢 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也觉得很 很不知道要讲什么 这样就了解了 好 再来 平时吃糖的人容易抵犯糖尿病的几率 比较高 这个很多人都这样讲 我刚刚讲的危险因子 有讲到喜欢吃糖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对啊 我就讲说什么高血压 肥放缺乏运动 血脂异常 血糖偏高遗传 我没有讲到爱吃糖啊 没有这一项 但是吃糖是会要血糖升高 不过但是我们饮食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我想我们实在有些话有讲 我们平常吃 当然要不要吃太多的盐啊 糖啊 油啊 对 所以爱吃糖跟多吃糖是两回事 你比较过量 不是 你讲得真好 这是两回事 对 两回事 像我我妈妈她有那个糖尿病吗 她很奇怪 我现在她有那个用药治疗啊 打胰岛素之类的 然后她只要水果不要钱她就不吃 她说她血糖会升高 我说这个 博士有关联吗 她是什么都能吃 但是要控量 但是她可以吃一点 因为我阿嬷也是这样啊 因为她只要吃太甜啦 稍微太甜 那个血糖一冲高 她就会头晕啊 心悸 他们会不舒服 所以他们会选择不吃 很明显 对啊 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是很严重的人 她尽量少吃或不吃 我们可以接受了 但是基本上她是什么都能吃了 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了解 预防这个糖尿病 对对对 那怎么样吃是对的 对对对 这个太重要了 这是新的单位 对对对 单位加油 不要有压力 好不好 第一题请问 每天吃早餐的时候 搭配何种食物可以有效预防糖尿病呢 A 起司 B 鸡蛋 A或B 请抢答 一路请再答 您用猜了吧 A或B而已嘛 这两个很难 难怪我会有糖尿病 我真的都不可以抢 我两个都吃 来啦 重半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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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是不是 好 每天吃早餐搭配鸡蛋可以有效预防糖尿病 你吃对了吗 答案是 你吃错了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好 下一题请问 外食竹来吃沙拉的时候搭配哪一种酱料可以降低血糖预防糖尿病 A或B 请抢答 一路请作答 妳好厉害喔 B B吗 好 喝咖啡可以预防糖尿病 你吃对了吗 恭喜你 你吃对了 你吃对了 我吃你答对了 对 对 好 下一题请问 外食竹来吃沙拉的时候搭配哪一种酱料可以降低血糖 预防糖尿病呢 A 水果醋 B 油醋 A或B 等我讲完 放轻松 好 放轻松 A或B 请抢答 完了 你到底醒了 可是我不问 A或B 水果醋 油醋 水果醋 外食竹吃沙拉时搭配水果醋可以降低血糖预防糖尿病 你吃对了吗 对不起你吃错了 好难答 真的 尝到都不见得会 感觉水果醋 在健康 水果是健康油那么不健康的东西 好 请问 饭后吃哪一种水果可以控制血糖上升预防糖尿病 A 苹果 B 葡萄 A或B 请抢答 一路请作答 苹果 饭后吃苹果可以控制血糖上升预防糖尿病 你吃对了吗 恭喜你 你吃对了 好难答 这问题是送分级 对 对 对 吃苹果没有什么坏处 先从第一题开始 老师 为什么是起司不是鸡蛋 那当然这个观念呢 我也不敢说它一定不对 但是你要晓得 鸡蛋跟起司都是非常好的食物 两个都应该要吃 那只不过说是呢 这个鸡蛋因为它是这个蛋黄里面有比较多的胆固醇 对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胆固醇过高的话呢 我们只讲一人一天 一颗鸡蛋 对 那如果是说你现在胆固醇有过高的人 那我们就说那你就少一点 那么就是呢 一个礼拜吃差不多三颗鸡蛋 那起司是不是就真的每餐都能吃呢 其实不是最近我才在媒体最近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呢这个英国人做了一个调查就是 起司里面含盐分非常的高 对 它原因是它的制作过程 不要放盐吧 对 那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吃起司 没有健康吃起司的时候呢 你反而吃到了非常多的盐分 也会造成非常多的疾病 包括高血压 心脏病 肾脏病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起司可以吃 但是要健康吃起司 对 怎么吃多少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千万不要说是 看到一个新闻说 我吃起司给黄糖尿病 每天吃起司那还得了 然后那个 然后还有要选择 那个含盐分低的 含油脂量低的 都很重要 量也不能过刀 但是我要逼 量也很重要 那我强调起司是个好食材 所以起司跟鸡蛋 是都应该吃的食材 来 再来第二题 喝哪一种饮料 可以预防糖尿病 是咖啡 这个妙了 它是这样就是说 如果你硬选的话呢 当然是选B啦 但是B的话 你还是要加不能加糖 不能加反式脂肪啊等等的 对 就是你要吃一个 不要健康喝咖啡 然后咖啡又不能过量 这些都要放在里面 那柳丁丝是一直 我都不建议的 我从未建议过 我曾经不建议 我只要看到汁 我都不建议 哦 汁啊 只要看到汁 我都不建议 不是不是不是 天然炸的我也反对 为什么 全部反对 为什么 全部反对 我只支持你用咬的 只支持你用咬的 你如果 如果是吃一颗柳丁 把纤维都搅进去的话 你一次最多吃两颗 你就吃不下 但是如果是柳丁汁的话 你随便喝一杯 或一餐喝个两杯 那都是十几颗的柳丁 过量 过量 所以不是说 天然炸汁的柳丁汁 就好到哪里去 就在路边啊 看到了就在挤柳丁汁 有好多哦 它有那个分导特瓶瘦 你知道我们这样 你记得那个有几颗吗 不知道 你有算过吗 大概四到五颗不过啊 八颗 预防糖尿病 千万别错过 吴丙城师傅的美味料理 不但营养充足 还能抑制血糖上升 真是再好也不过啦 千颗乳笋 那其实这个乳笋 不要去做川湯 在里面做微的动作 那蚵仔的部分 热水的量 是大约蚵仔的 差不多两倍至三倍左右 就是要把它放进来 用厚的就好 用厚的 用厚的 漂亮的蚵仔 太香了啦 可是我偶尔吃起来好鲜甜 完全没有勾芡 好好吃喔 連葱都好吃 好